也千万别让孩子知道有这么一个爹 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一个这样的父亲 要这种爹干什么 你以为你的孩子将来知道有这么一个爹 将来知道我当初出生的时候 我成为了我爹的负担 你以为他心里会怪乐啊 视频中这个被涂雷老师不断羞辱的男人是大卫 那大卫又做了什么事让陆琪老师 都觉得涂雷老师说的太过分了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原来大卫和女主人露露发生感情后有了孩子 而大卫却因为某种原因 而迟迟不肯与露露结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麻烦大家点个赞加关注 我们继续往下说 经了解中得知 大卫是一位歌手 在一次出演当中 正是因为大卫有才的魅力 露露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于是两人就开始了交往 两人一合急拍 就计划去了海南旅游 没想到回来之后 露露就因此怀孕了 丈母娘就要求两人马上结婚 给露露一个名分 可大卫根本没有准备好 直到孩子出生了 大卫还是觉得没法领这个证 就因为结婚之时 多次与丈母娘和露露吵架 还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自己并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那大卫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迟迟不领证的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啊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我的音乐 从怀孕的时候到现在 你就跟我说 孩子生下来以后 咱们就办婚礼 结婚证令 没有 大卫表示当时要结婚和要孩子 母亲那边已是不同意的 因为两人在北漂 而且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 这个状态下 两人是不可能结婚和要孩子的 而如今孩子都已经11个月大了 大卫的这一番话 无疑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刚开始怀孕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 因为我们俩都挺年轻的 然后觉得现在要小孩 也不是时候 后来我妈就坚决不同意 她觉得对女孩子 这个伤害特别大 确实大孩子无疑是 对女孩的身体伤害非常大 露露也把母亲的态度表明了 大卫当时就觉得 反正两人都是要结婚生孩子的 那现在生可以后生也是一样 没想到大卫到了露露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竟对露露说 自己如今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于是露露就停着大肚子 陪大卫去医院检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都不说大卫的心理承受能力 是真的太差了 30岁的一个男人了 竟觉得为自己孩子 挣奶粉钱会压力大 根本承担不起 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看到大卫如此严重 露露也不知道大卫究竟得了什么病 折腾到了深夜两点 甚至连抢救师都去过 最终结果是医生说大卫一点病也没有 都是他自己心理压力造成的 你当时也没说不要这个小孩 他没说过 对 作为一个男人当初信誓旦旦答应要生下孩子 到了后面又说精神压力大 如今孩子出生了 又不肯与露露结婚 大卫的行为无疑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露露叔说到救大卫生病那段时间 自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 在北京悉心的去照顾大卫 根本不敢告诉父母 怕他们担心 大卫这样的态度对怀孕中的露露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大卫还表示 自己虽然照顾不了露露 但是婆婆也从东北过来北京照顾露露了 你妈照顾我 你妈太溺爱你了 他妈来照顾我的时候 因为他有洁癖嘛 要求我一个孕妇蹲下来剪头发 谁有洁癖 他妈 本以为婆婆过来是照顾露露的 没想到如今却反过来了 让露露剪头发都算了 还让露露每天做饭 还嫌露露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 甚至什么都干不好 就因为如此 现在孩子都已经不让婆婆带了 直接就给露露妈妈去带 大卫和露露也不去带 我上班啊 家里头她挣的也不多 然后我做销售 平时挺累的 然后我妈就帮忙带小孩 回家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带 她也不管 回家吃完饭在床上一场 我不上班吗 那谁不累啊 真没想到露露作为一个女人 心里的承受压力比大卫还要强 大卫还表示自己有一个音乐梦 自己来北京已经追逐十年了 如今才是刚刚起步的阶段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才熬过来 不想这么容易就放弃掉 希望露露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再逼自己了 孩子下来以后就跟我结婚呢 现在呢 到底是有什么压力啊 你现在跟结婚 我觉得一结婚就好像一个 一个家所吧都给靠住了 她是怀孕以后啊 一年中我一首歌都没写出来 我感觉因为人的灵感应该是自由的 我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一样 对于大卫的疑惑 别说主持人了 大家都是看得一脸猛逼 大卫还表示两人分开的话倒不至于 两人还是在一起 只是不领证而已 真搞不懂这个领证跟不领证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现在反正不是时候 心里像有一个坎过不去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压着我 就是因为你妈说 她妈说她得这病 就是因为 因为我逼她结婚 因为孩子来了 所以她才得的这个病 看来大卫得病都是源于孩子的出生 于是主持人便现场播放大卫母亲的一段采访 那大卫母亲又说了什么呢 看来大卫母亲是非常不喜欢这位儿媳的 大卫母亲还表示 露露一点都不心疼人 就因为当初坚持要这个孩子 弄得自己孩子现在精神压力大 吃不好睡不好 人都还瘦了 都说有什么样的孩子 就有什么样的母亲 当初是大卫说要露露生下来的 如今又把锅甩倒了露露这边 况且要是真要打孩子 难倒女孩子的身体 就不会因此一辈子有后遗症吗 对此大卫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露露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大卫有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还到处把锅甩到露露身上 根本不敢去承担现在的责任 对于结婚这件事 大卫还是觉得应该在考虑考虑 主持人也把大卫直接给看穿了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好 大卫的态度爱不爱真的一目了然了 露露还表示自己母亲 想要给两人减轻压力和负担 所以现在孩子一直都是在母亲那边带着 她腰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过来帮我带小孩 她不但不感激我母亲 然后还觉得她妈这么说我妈是应该的 她妈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好像都是我们家人的错 不得不说这个丈母娘已经真的人知一尽了 只能说大卫和母亲都是白眼狼 根本不懂得感激 没想到大卫竟把这锅又甩到了南北差异上面 什么差异啊 我跟我妈上你们家做客 你妈都不带搭理我俩的 我妈是看在我的那个份上才忍了这事的 露露一家真是忍得辛苦 换别人早就已经跑了 露露还表示 当初婆婆是非常喜欢自己的 去海南旅游的钱还是婆婆给出的 就是因为意外有了小孩之后 婆婆全程逆来的大尾 才对自己如此大一见 像露露这种好女孩 如今真是打着灯灯都已经找不着了 更何况露露是从江西不顾一切奔向东北的 这样都不珍惜就活该一辈子单身了 对于两人的问题 嘉宾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你作为一个男人 尤其是东北来的一个男人 你做这个事做完之后 你刚才说那句话你脸不红吗 说结婚你压力大影响你的事业 你这找的都是借口我认为 还是男人最懂男人 无意大伟现在就是在找借口不结婚而已 从开始上台到现在都是一样 对此看看东北爷们怎么评价大伟的 玩出孩子来了你不想要他了 你没有一个做男人做爷们那种责任 人家要求不高让你给他一个名分 连名分都不给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 所以起码是人做的事吗 孩子都十一个月了还是个儿子 都说十年修得共传度 百年修得共振免 这么好的一手牌被大伟打得如此稀烂 对此陆琪老师一上台就告诉大伟 千万不要再告诉大家你是音乐人了 你这是在丢所有音乐人的脸蛋 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有小孩有好几个人都是生了小孩之后灵感如全有 一下子你看那个周华健生完小孩之后写了那个宝贝对吧 多好的哥 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陆琪老师的举例真是啪啪打大伟的脸 其实世界上很多父亲都是孩子出生后 一下子从曾经那个男孩变生成了男人 肩负起家庭的所有责任 甚至更加爱这个家庭 你的父爱去哪了 你的责任敢去哪 三十岁了 你现在还不长大 等什么时候啊 这种就是妈腻爱的太过 一直自己的小孩 责任意味着付出与牺牲 很多以前贪婉的男孩子 就因为结婚和有了孩子 一下子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 这就是责任的体现 而大伟却又失智中都在逃避责任 对此陆琪老师也不想多废话 孩子都已经十一个月大了 跟进拿户口本领证结婚去 如果连婚姻的责任都不敢去承担 那在工作上能好到哪里去 对于大伟的问题 图雷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你说我心理压力大 那只能说明你不如女方坚强 如果说你想逃避 那只能说明你情受不如 而只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你是这样 为什么你的母亲还袒护着你 图雷老师看问题果然一针见血 大伟如今有这样的态度和想法 更多的都是母亲过分地溺爱造成的 甚至还在帮着不敢承担的儿子说话 帮他去逃避责任 接着图雷老师也转头告诉璐璐 从来没有祈求而来的爱情 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看不起你 也千万别让孩子知道有这么一个爹 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一个这样的父亲 要这种爹干什么 你以为你的孩子将来知道有这么一个爹 将来知道我当初出生的时候 我成为了我爹的负担 你以为他心里会怪乐 图雷老师的话语果然真真见血 没有了爱情不是穷途 失去了自尊定时末路 接着主持人也邀请璐璐的母亲上台 希望老人家可以说一下 对两个孩子的看法 我女儿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心里特别的胆 女儿并不是没人追求 我见上那么多那么多男孩都喜欢她 但是她就说一定要自己找 而且一定要找个北方的男孩 她说北方的男孩比较大气 其实璐璐母亲说的挺对的 像璐璐这种好女孩 况且长得也不差 身边真的不缺任何人追求 主持人每次听到老人家说这样的话 就根本听不下去 两个年型人神的孩子 就应该自己去父子任 主持人也给出璐璐妈妈一点建议和意见 那究竟是说了什么呢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有些东西就应该他们两个人去面对 这样更让大卫感受到什么是责任 更会让大卫快速成长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没有退路谁都是强者 有了退路谁都是平庸 接着璐璐妈妈最后也摆出了明确态度 今天要是不领证结婚 自己就马上带走璐璐 没什么好说的了 听到这话的大卫 突然就向主持人提 在璐璐的答应下 主持人也重新要求璐璐母亲上台 接下来的举动 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动万分 那究竟是什么呢 最终在主持人的指引下 福西俩也衷心地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更感谢这一年来身体不舒服的妈妈 去寒心如苦地带孩子 看到两人幸福地在一起 土雷老师竟再次调皮一番 到了最后不得不说 世界上很多人爱而不得 有些人却得而不爱 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都会随时间而变得云淡风轻 既然两人相爱 就应该好好地在一起 愿一切安好 遇到各努力 千里自同风 我始终相信 只要两个人还有缘分 始终有一天还是会重新走到一起的 对此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